很多像很多 明明他大集團 他做一個通路做一個公司也做不起來 很多人也許他公司背景不是很大 但是奇怪他公司為什麼能夠賺大錢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除了公司要基本上 財力要沒有問題之外最重要是商品 商品是你投入一家公司 錢能不能夠賺的永續的一個關鍵 不是靠制度啦 制度是一時啦 它不是一世啦 要靠商品 商品等於市場 因為錢是透過賣交易的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東西嘛 這個東西必須是 這個東西的好不好跟市場就有關係 那問題是說 市場那麼大 好的產品都很多啊 像保養品 保養品品牌就在台灣有幾千種啊 那幾千種的品牌 你怎麼切入市場 我問一句話啦齁 你還沒用微臉公司 用以前呢 不管是台語言的路斯佛系列的保養品之前 你有沒有用保養品 有 請問你用哪一家的 為什麼要用那好幾家的產品 你用到最後沒有改的時候是怎麼樣 至少不管那保養品我滿不滿意嘛 至少我已經用了怎樣 還習慣了嘛 還可以接受 要你隨便換保養品那麼簡單嗎 你想想看 一個用習慣的 他本身還沒用我們公司的產品之前 你要介紹一個商機做一個生意 他本來都已經有 原本都有用的市場才大嘛 但是人家原本有用的 你如何讓家不要用原本的用我們的 這是關鍵啊 我們用這保養品市場很大啊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讓人家原本既有的市場 都在用別家的市場 保養品市場的人用我們的 這才是關鍵 聽得懂我意思嗎 好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在國外打 因為我們在台灣之前 打台眼膠原蛋白 是不是賣得還不錯對不對 我們發現到國外 馬來西亞新加坡 你去打台眼膠原蛋白 有沒有人理你 台眼膠原蛋白好不好 很好 好 但是好產品會講話 對嗎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好的產品自然會怎麼樣 說話 你覺得這件事情對嗎 有沒有道理 好的產品是不是自然會說話 不對啦 好的產品怎麼會說話 對方連用的機會 都不給你 他怎麼會說話 好產品是你要用了之後 真的好他才會說話 所以不對 我們在做一個市場 在國外市場 你不是只有產品好 你要有兩個產品 尤其在打一個事業的時候 要有兩種策略的產品 一種就是他的產品必須要有殺手起的商品 殺手起的商品就是在眾多產品裡面 你一看他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要引起人家的注意 要讓人家有這個心動想要試試看的感覺 就是他要能夠呢 因為有殺手起的產品 他給我們一個機會 那產品本身好本來就是應該基本的條件嘛 你給你機會 他好他才有機會在使用 使用才會變成怎樣 好產品自然會說話 所以他有殺手起的產品在導入什麼 他必須要有這種叫做 我們講的像鸚鵡級的 鸚鵡級的好的產品才自然會講話 但是至少要他給我們機會試用 我跟各位報道 為什麼我們在馬來西亞打三年 在去年才開發結果 速度而且很快 從馬來西亞延長到海外 我們之前都拿什麼 膠原蛋白的產品去馬來西亞打對不對 去馬來西亞打 但是呢 在台灣打得國以西亞兩個旗號 大家都會給你機會 但是到海外去 你台X公司 台影公司 人家有沒有聽過 在台X公司 人家沒有聽過 人家沒有聽過 人家根本不了你 而且最重要是說 我們的產品真的很好 給我們一個機會 不好意思 瓶瓶罐罐的保養品 跟一般他在家裡面使用的保養品 有什麼差別 女孩子現在用的保養品都是 瓶瓶罐罐 好 既然是瓶瓶罐罐 就沒有任何的什麼 沒有的差別 在行銷角度 行銷學的角度就是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差異化 我知道了 彰化最初名是肉圓 對吧 如果一間 一條街有兩家賣肉圓的 你會選擇哪一家 你想想看 你走到一條街 看有兩家 路的旁邊 兩家都在賣肉圓 你會選擇哪一家 如果人都一樣多 都一樣好吃 一樣乾淨 然後那個 帥哥都一樣帥 賣小姐都一樣漂亮 你會選擇哪一家 想想看 一條街 兩家都賣肉圓的 如果兩家 因為你們兩個 比較晚來 所以要給你們兩個 比較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問題 就問你們兩位好不好 彰化的名產是什麼 罵圓 罵圓 假設你們兩個到一條街 左右家一條街兩邊 都在罵 有兩間在賣肉圓的 你會選擇哪一家 老店 一樣老 老店 是一樣老 一樣有名 會選擇哪一家 蛤 對啊 你會選擇哪一家 左邊 右邊 如果一條街兩邊 剛好各開一家 白肉圓的 你會選擇哪一家 為什麼就右邊 右邊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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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就是 旋就好 如果說他沒有分什麼 右左邊 就剛好一條小巷子 兩邊 沒有什麼中間 都沒有車子 前後 前後 都是一樣 都同樣水平線沒有前後 剛好是走到這條路 左右邊這樣而已 你會選擇哪一家 剛好一半的 也是右邊的 鞭子一定要右邊的 對啦 其實一般來講 如果兩家沒有什麼差異 的話 其實都是青菜 對不對 除非說一家很乾淨 又便宜又好吃 我們就選擇什麼 要不然就 那一家人很多了 人就會有心理作用 我就往什麼 人多的地方去 因為人多吃就是 好吃 但是人都一樣多吃 其實都差不多 差不多就選左邊 右邊都怎麼樣 沒有差 所以你產品要有什麼 差異外 其實我們在海外市場 我們做一個事業 在公司的保養品市場 我們有一個非常 砂索級的產品 保養品到現在為止 都是平平冠冠 如果說有一個產品 它是美國最頂尖的科技 它不是平平冠冠的 不是跟我們一般看到的都一樣 平平冠冠的 每一個都說它好 它真的不是平平公冠 它是什麼 用那個儀器 那一般保養品都是平平公冠 要加上什麼 圖圖 它不用經過手 它經過那個安品 那個儀器 直接用噴的不經手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產品 跟人家不一樣 跟人家不一樣 有很大的差異 你就會比較好奇 我們這個沙索級 就有比較有機會你來使用 那使用的效果非常的好之後 那我們還有鸚鵡的產品 對不對 鸚鵡的產品就是這個 我們那個奈米美容 在哪裡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產品 我跟你講日本是資深廠代理種 韓國是LG代理種 這個產品讓我們從台灣的業績 延伸到馬來西亞 延伸到新加坡 延伸到印尼 就是因為這個產品 很快速喔 因為我們在國際美容產裡面 所有的產品都平民公冠 只有這支產品什麼 不是平民公冠的 你就會比較好奇 而且一經過奈米美容一噴到臉上 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效果特別的好 所以我講的是機會 你要沙索級的產品 沙索級的產品 導入之後呢 你就開始要有些什麼 好的產品自然 然後要講話 像在 在我們的新加坡 有一群美容師開美容店的 美容師的同廠最近 剛開始你跟他講 我們平民公冠的產品多好 他連你都不理你 因為他一個月要聽好幾個 幾十個人的什麼 業務員來跟他講 我們這家的品牌 產品怎麼樣怎麼樣 聽太多了 我們剛剛 新加坡市長怎麼打的 就是因為我們把這個 沙索級的奈米美容衣 給他看 我們不是平民公冠 這是最新科技的 他給我們什麼 也是機會 給我們一個機會之後 我們再把我們洗臉的 有沒有 我們在圍巾 小數 我請問各位 你們洗臉最重要的是在意什麼 洗的什麼 現在洗臉很少洗不乾淨 不管你是用酸的用鹼的 洗臉一定會乾淨 洗得乾淨之後 我們基本的要求是 需要我們洗臉的那個 還能夠有保濕的程度 而且還要有滋養滋潤的程度 不要洗起來 蹦蹦緊緊 對不對 這是一般最基本的洗臉 你知道我們有一支產品 叫圍巾 酵素它強在什麼地方 它除了可以洗得乾淨 又有保濕又有滋潤的效果 它還可以幫你在洗臉的過程 微去餃子 一般的餃子裝很多 餃子裝可能要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要去餃子 有的那種什麼 擦上去 可能磨砂膏 以前是用磨砂的 擦起來一個顆粒這樣磨來磨去 有的後來是用紙質 可能就黏在臉上 然後一段時間再把它 戳掉 我們那個圍巾酬 各位洗過嗎 圍巾酬 它裡面是不是有圍巾木屑 它是可能用千層的那個木漿 把它壓成 然後再用電鑽 小小的裡面 你看不到圍巾木屑 那洗的過程 那個木屑會自然的 跟水的融化 但是你戳了過程 會不會把你的角質層 微微的把它去除掉 那...